函数部分我想各位自己再做一下 像这个称谓 其实这个 当然就是插入一个函数 比如说 吴先生好了 你用laps laps几个字呢 这个人的一个字 所以你就点他一个字 再去5 按确定 后面的话称谓 那你就end符号 串接什么 那一幅再打上去 你可以打一幅 或者是习惯是这边再点一下一幅 他就把一幅加在这里 点这个小 小箭头 他就帮你加在这里 一幅 这个 等于什么呢 假设他里面是男生的话 那比如说我这边的话 假设他是男 那我就是把他转换成先生 反之的话呢那就改成女士 或小姐 OK 这样子 按个确定 有没有 吴先生 好 OK 这样就完成了 应该没问题 好 那这个是第1个 第2个好像刚刚有同学问到的第2个问题 好像是这个吧 哪个地方 他做完之后好像显示出来 是 这个地方好了 他是说 从开始 所以插入函数 那这一题是什么 同学就做了 MID 把文字给他 这个就这个文字 把它拉宽一点点 好 OK 没办法 从开始就第1个字 取几个字呢 取4个字 有没有 4个字 按确定 可是 这个问题发生了 有没有 你会发现 奇怪 应该是 后面 4个字 应该是 跟正下 应该是 开头4个字 0551才对 奇怪怎么 来个公式 为什么 答案在这里 按右键 出存个格式 其实如果将来你遇到这种状况的话 不用 紧张 其实实际上 为什么 因为 如果出存个本身预设的格式 应该是通用 可是 这个可能之前我不知道改到还怎么样 然后 改成文字的话 如果预设的格式文字 你打勾 他就会显示是公式 OK 所以之前有同学也问说 老师为什么你旁边可以显示公式 实际上就是先改文字再来做输入 那可是问题我不是要公式 我要最后的结果 请你1 改回通用格式 2按个确定 3请你游标放这边之后按打勾 打勾之后就重新输入就对了 就OK了 其实刚刚同学 有做练习 底下这边往下填满 那他就改一下 第8个 所以你这个参数直接可以改8 然后要几个要5个 OK那就直接这样子打勾就可以了 利用这个方式的话 去做修改 从第3个 要几个要4 要2个 所以3 这边改2 那MID函数非常重要 请各位还是要熟悉他 因为将来 工作里面 Labs 还是会用到 可是通常还是会取中间的东西 你要把它抓出来 那后面还有蛮多 更稍微困难一些的范例 会跟各位做说明 那其他的话大概是这样 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第1个 VBA环境先确定 开发人员 Visual Basic 第2个的话呢 我们要先来看一下 就是说 这个东西的 一键完成 怎么做 OK那一键完成 首先 Visual Basic里面 插入个模组 在游标放这边 特别是游标不要放这边 因为之前有同学 有问到 因为我们要插入个程序 那个程序是对应到这个按钮 特别是游标请你放这边 才能插入一个程序 OK 那因为之前有同学这样 有不要放这边 插入 诶 程序是回的 为什么 因为他一定要在这边嘛 你在这边他没办法 帮你字加在这里面 只能加在这边 插入程序 程序名称呢 也许叫门号 比如说我要撰写一个按钮 那你就想说那个按钮 假设是一个上面叫门号 那你就先打个门号两个字 那特别注意 在VBA里面的程序 就我们刚刚讲的 如果是按钮的话 一律是sub 如果是制定函数的话 一律是function 那这个property是给 可能表单里面用的 或者是给一些物件用的 那所以 基本上这个用到的机率很低 所以 sub 就是我们刚刚讲 对应到一个按钮 OK sub 对应按钮 function的话呢 对应这个东西 制定函数 所以基本上就这两个东西嘛 property的话 用的非常的少 你可以暂时忽略它 OK 那有效范围通常是public 就是共用的 你不要改成private private就是私用的 也就是其他地方 没办法呼叫到 那通常当然目前 我们也不太会去管 暂时还不会管到有效范围 不过通常是public 共用的 大家一起共用的 都可以呼叫的到 所以第1个呢 先输入个门号 再加上一个sub 按一个确定 好 这个时候他一定会帮我产生一个什么 共用的 一个sub 程序 名称叫门号 然后一个小瓜糊 后面一定会end sub 当然呢 如果你不用插入函数自己打 也可以 OK 它只是一个文字 那我们要输出什么东西呢 也许我今天 我先把这个范围是要先删掉好了 里面空的嘛 那我要做什么呢 要输出到这边 特别注意 输出的话 请各位注意一下 未来我要控制 Excel里面的所有的 这个上面看到的东西 它 就可以 就是每个都是一个物件 比如说储存格的话 我们可以 用一个叫做sales 的一个 sales 你可以把它当成一个物件 这个sales 实际上就储存格的意思 那特别是有 那因为我特别 输出到哪一个储存格 输出到你刮胡 这有没有发现 sales 刮胡 他会问你说 请问一下你要哪一列 那我要第四列 那你要哪一栏呢 豆点之后 它会出现column index 那 栏的话 叙述的话 你可以用5 ABCDE 另外你也可以用 E 但是记得E要用字串 那我这边我比较建议用这个啦 因为你用5还要算 如果后面的栏位你要算到 像u要多少 ABC 对 那干脆用一个这样就可以了 OK 后刮胡 这样子 后面加个等号 特别的注意 这个等号的意思 是赋语的意思 那在VBA的规则 跟你的以前的数学 不太一样 他是把后面的东西 赋语到前面 也就是说我们后面的东西 我要打 比如说我今天后面等于什么 等于一样是09 有没有 然后 空一格 特别之后 在资料编辑内直接end 在VBA不太一样 记得 end前后 他要加上 空白 他不能粘在一起 这个是VBA跟 刚刚的资料编辑内不一样的地方 那09怎么呢 再来就是抓这个 那这个储存格里面的资料 我怎么抓过来 用sales来帮忙 就直接 用这个copy一下 贴上 那应该改什么 改f 对不对 09 他就会去这边去抓 把这个东西抓到这边来 串起来之后 再丢过去 所以实际上 你打完这些 你可以先试试看 那怎么试 特别是要执行 他一定是从上面这边有个执行 Play 有点像Play OK 把它执行一下 911 出现了 有没有发现 你执行他 这个东西 实际上就丢到这边了 这个就代表他嘛 有没有 就是这个东西嘛 有没有 那你 想 老师那为什么 0不见了 很简单 因为 数字嘛 所以0 就让你 打那个 手机号码 除非你后面再加一个minus符号码 就是你那个减的符号加上去 所以你后面再一个and 再个什么 减的符号 假设你再加这个 当然我是建议啦 你可以不用一次全部打完再来执行 因为很容易 可能你不熟你会打错 有没有 0911减 那后面的话呢 其实 道理都差不多 然后再什么 and 后面的话就是我要再把什么 把这个输出 把这个输出 那这个输出的话就是 and什么呢 其实 这个东西是 g对不对 所以你可以and什么 g这个把它改成g 然后再and h嘛 对不对 这边把它改h 应该知道我在做什么啦 OK 反正规则知道就好了 有没有出来 但是他没有补零嘛 怎么办呢 刚有个test函数 那test函数 在VBA里面 他不取的名称不一样 也就是说 Excel里面的函数跟VBA函数是不同的 是没有共通的 有一些名称一样 但是有一些名称不一样 因为他不同的团队开发的啦 所以 但他没有 但我们也希望他可以共通了 不过他这个没有共通 这可能需要比尔盖茨去帮忙一下吧 比尔盖茨退休了 OK 最早其实 比尔盖茨现在 也还是全世界最有钱的人嘛 比尔盖茨 那他为什么有钱 其实要靠 Basic起家的 OK 所以最早他是靠 那个Basic 帮IBM 写了一个DOS 然后后来又开发Windows 所以 里面都有Basic 所以为什么VBA 现在还活着 可能跟比尔盖茨有点关系吧 OK 那 那他 两者其实没有相通 所以怎么办呢 没关系 刚刚用TES的那个函数 在VBA他改了一个名称 而且比较合理 他叫Format 所以其实一样的做法 输出之后 有没有 在G树栏的外面 那怎么包 这个是G栏 这个G栏 G4的这个储存格 外面请你再包一个Format 你就打 特别是不要打错 Format 应该可以 应该是 这个嘛 前刮壶 后刮壶请你放在这个的后面 逗点 加一个什么呢 000 有没有 再后刮壶一下 应该看得懂我在做什么 OK 然后后面一样 这个 所以你可以把这个 再复制一下 我上Ctrl键 逗点 或者你甚至这边也可以在搬 只是说因为我方便 为了 方便 全部写完了 写完之后呢 我们把它执行一下 取消一下 为什么 跳这个 因为你游标没有放在这个中间 记得执行的时候 一定要放这中间执行 没出来了 OK 但是还没写完 只有一个吗 第四列 那你想说第五列怎么办 第五列的话 就是把这一列 Ctrl C 然后怎么样 Enter一下 就是在后面 再加一个 什么呢 这边再变成什么 5 对 全部变成5 然后总共103列 就是你要贴100 好 所以不可能 不是这样 当然不是这样 接下来就是说呢 你要了解第2个重点 刚刚我们第1个重点是这个Sales 的物件去控制他 第2个你可能需要知道就是 如何 让那个 城市 重复帮你做一些 重复 重复的事情 那我们需要重复什么 从第4列 可能到底下有103列 那你就是需要 再学习第2个叫 FOR回圈 那个FOR回圈呢 其实很好记 它就是FOR 后面有一个列号叫I 它是一个变数 FORI等于第4 到 103 所以叙述有点像这样 你就跟他讲 这个他看得懂的 这个 语法 然后呢 你就把什么 中间这一段 刚刚这一段吧 请你把它 搬到哪里呢 搬到它的中间 然后 我习惯是让它 就是 这样子 那特别注意 你们发现 我创写程式的习惯 是这样 这边会有一个缩排 这个按Tab键 所以中间这边也会习惯按个Tab键 Tab 为什么呢 因为缩排 它会一层一层一层的 所以你以后一层一层就看程式会 比较好 了解 那FOR 会对应一个NAS 然后SARB会对应NASARB 一层一层 那这个说当然了 我的这个变数是4到103 可是这个地方呢 这个还是4嘛 所以你要让它改变怎么办 很简单 这边改成I 只要是逢4的地方呢 就把它改I 那它这个FORNAS的意思是说 它会先从第4 那NAS的意思是下一个 会变成5 变成6 变成1到103 NAS的就下一个的意思 就是帮你一直跑 所以这个叫回圈 OK 所以做完之后 其实你可以怎么样 再把它 执行一下 全部做完了 OK 应该知道我在 做什么 那还有一个清除 所以你可以怎么做清除 但可以不用笨笨的 就是 重挡 不用再插入一个程序 你可以怎么样 把上面的门号 这个东西 复制之后呢 贴上 然后这边改成清除 那 后面的东西呢 把它怎么样 Delete的掉 但特别注意哦 还没完哦 你要丢给它 因为储存格里面不能 空下来 你要丢一个空置串 给它 空置串呢 在Excel 不论是 那个 Excel这个 这个 环境 或者是 VBA 都是叫空置串 这样子 这个叫空置串 好 那把它执行一下 完成了 所以你们等一下应该要做完是这样子 执行 执行 这样就可以了 但是如果你在这边执行 不太方便 你会想要怎样 这边执行 这边清除 感觉会方便许多 好 那怎么做等一下再来看 怎么做按钮 那我再把重点提示一下 其实这个程式真的没几行 但是你要 一次就把它全部打对 应该有点困难 不过没关系尽量做了 一定回去 再重新再 再做过 一 游标放这边 插入程序 程序名称叫蒙号 二的话呢 其实你可以 就你干脆蒙 4 回圈自己先打好了 以后不用试了 就直接用I来代替 然后直接把这些输出 那如果说你做的过程当中 可能有一些要需要参考的话 直接到那个云端上面的程式吗 这边都有了 其实就是这两段 有没有 其实如果你实在不会做 你至少Ctrl C Ctrl V 然后再来 就是说至少啦 你可以跑一下 就是说你 因为有些同学我 我相信应该会动作 比较没那么快 但是你有时候 我也不可能等你 全部打完吧 而且你打的过程当 一定会打错 像之前有同学 少打一个S 要不然就是什么 少打双引号 都有啦 然后就一直红色字 所以 可能你要 那 我没办法 给你那么多时间 所以试试看好了 画面先换给各位 我可以 至少 先了解 这个 原理原则 后面当然有时间 一定要花时间 从头到尾 自己要打过一遍 因为往后 我们VBA 的比较复杂的动作 都是 从这边 衍生出来的 所以这个我想 各位一定要先把 这 这个部分先完成 那刚刚讲的就是 如果你将来 是要做一键完成的 按 对应到一个按钮的话 它一定是一个Sub 一定是一个Sub 哦